我知道我们义维特还有这个义通 他们的车子都已经销到欧洲去了 而且很受欢迎 刚刚我们供应院的朋友呢 跟组长在德国看到我们有义维特的车场 德国很占不结果 说非常好用 而且很便宜 那么国外都可以接受 国内的环保 所以我们希望大部分在明年已经有计划要支持 刚才我在饭店的时候也想说 已经有这个计划 三年内的这个车子将来能够一犯一 一犯一如果能够打到这样一犯 那这个我们现在四十年一段时间 那我们如果效果很好 我们希望在三年电 在我们这个小早上 是不是把所有的 这个红楼车完全变成是电动的 就不足以服中许为物 有电的全部都是电动 现在我们要担心的是 电动巴士 载着巴士也没有办法来载客 另外后应的部分 这个计划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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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在意 这里我们再考虑 一步一步来 如果没有他书第一步 其他不再可能 那我每次到小琉球来就看到 小琉球信有减苦 信有减苦 信有减苦 几万多 可是当离开小琉球 到东港的 到新年乡的讲话 超过三四万人 这三四万人 从经常都是来来往往小琉球 港爱几分 其他爱几分 所以他们成为非常贵 如果能够方便到说 你能 解决客人有减苦 在岛上就是 电动车就很方便 如果到这样程度 会带动他们在 东港 在新年 使用这种摩托车的习惯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黑桃妹来看看 大家的亲眼看看 小琉球的环境 可能在民生 民生的使用 维生系统使用 在电动的摩托车 是怎么样来实力 电动车怎么样实力 那哪些部分 还是没法期待的 帮我们来 劳进 鸡蛋 这个想一想 所以将来的政策 很需要大家的智慧 给我们提供 还希望黄保署 在这个政策性上 支持 请黄保署 这边请 替我们 帮帮忙 然后 所以今天 我们 这个 研导会 看起来好像 不像我们 国内的 这个国家提办的援导会 那我们是 好像只有几位 但是 这个几位呢 在这里 可能是 关键性的 第一步 这个 往往 是两三个人 往往是带重西部 实在的来临 那我们用这样 自我去洗 那我们相反 是刚刚心态的 江洛署 第一次 最坏使用 是上 开展 一个很好的使用 大家 亦有周恩 大家 谢谢